由于南投县是一个人口老年化的结构 而因为年龄见长 长辈们得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风险就比较高 为了在黄金时间内能够保障长辈们的安全 县议员友好在今日的总质询中 也希望县府卫生局能够针对老年人的聚会所 或是人流较多的地方辅导申请 安装AED保障长辈们的安全 AED自动体外心脏电脊驱占器 那目前在南投县的设置状况怎么样 那以南投县来讲是一个比较老年化的一个县市 那就有固定的一个大家会聚集的一个会所 固定会有一个就是出席立会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觉得可以去辅导 辅导他们能够去申请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本席也建议能够针对 导人力会的会馆跟固定出席的集会所 以及包括向指南宫人流较多的地方 去做一个统计 还去做一个辅导申请设置安心场所 县议员蔡孟儿则针对日前竹山脸书社团 PO文民众因为没有救护车辆 导致言误救医死亡一案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针对逐陆地区 在紧急救援时能够有所保障 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要求相关单位能够来重视 到时候感觉不舒服 小伙子要找救护车 叫我们救护车 当时第三至六国都没有 必须由水利转过来 他说要等40分 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来 生命就只有一个 不能重来 所以在这非常艰苦 我不是要跟我们局长说的就是 救灾人员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针对南投县医疗问题 县议员尤浩以及蔡孟儿 分别提出建议及看法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对于县民的紧急医疗资源上 能够来加强 让民众需要时 能够得到紧急医疗的救护 挽回宝贵的生命 记者陈伟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